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邵琪 前两天发了一部关于这个GoPro出现 我发现抖动的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那个卖家 很快就直接给我解决了 我是26号 前天直接让我把所有的配件寄给他 然后只过了两天 我就已经收到了新机器 我们今天拆一下新机器 看一下怎么样 他是让我把原厂 他带过来的这个配件全部给他寄过去 直接换一个新的给我了 现在还没有开放 我们来拆开看一下 拆开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打开一下 看里面有复证的什么东西 一个电池 一个曲面的一个甲板 一根线子 还有一个扣板 然后里面就没有什么 就是一些说明书 还有一个三毛认证什么的 主要就是上面这一个小机器 我们把它拿下来 我是在淘宝的官方旗舰店买的 本来想在这种数码产品一般在京东买的 因为京东上可能价格贵那么一两百块钱 所以说选择在淘宝官方旗舰店买的 对于这个问题处理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刚寄过去两天直接一个新的寄给你 今天收到快递我以为是什么东西的 没想到他这个换星的速度这么快 我们打开一下看看 这个 这边有一个扣板把它扣开 扣开的话 就把机器 在这边有一个扣板把它扣开 然后扣板里面也是一个保护机器的保护罩 每个原厂的机器都带这个东西的 这个保护罩可以配合着别的配件一起使用 然后这么这个小的机器就是gopro 我们把这个膜揭开 我们去前两天去南京的一些视频都是用这个gopro拍的 嗯就是很小很轻便 当然现在这个osmo大疆嘛 也出了一个那个运动相机 而且的话他还比这个他前面还有一个彩色的屏幕 比这个要好 然后价格的话还要便宜一点 嗯大家如果现在选运动相机的话 可以考虑那个大疆的这个gopro是因为我之前买的 他给换这个没办法 我买gopro的时候 那个大疆还没有推出那一款 要不然我也买那一款了 等资金充裕了 所以我们再买另一款大疆的对比的看一下 好我们把它打开 这边一个 装电池的电视钮开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全新的机制 应该是全新的 他的这个包装都没有拆的 呃对当时没在京东买 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官方旗舰店那时候做了一个活动 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个活动 有那个内存卡送 有一个买的这个 啊把这个内存卡插进去 内存卡插进去 电池放好 这个电池是确实要强调要吐槽的一块 电池它很不耐用 电池基本上你要正常拍摄的话 30分钟就已经没电了 看看新机来的电池 不知道有没有电 开机试一下 哦有电的 那 很灵敏设置 英雷 选择 设置这边我们选择中文就好了 差点选错了 选择中文 然后所有的就同意 是GPS开的 GPS平时可以关掉啊 关掉的话它更那个 呃更省电一点 里面的蓝牙和GPS都关掉的话 它的电量用的稍微更久一点 GoPro的应用 跳过设置 日期今天是2019年5月28日 嗯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1%的电 还是一个虚电 我们可以充着电来弄 那这个相机 可能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 我感觉这个相机的屏幕 比我原先的这个屏幕要清楚很多 这个耗电快 充电也快 一会儿也把它充满了 确实这个速度还是 换货的速度真的可以啊 像我们我给大家设置一下 我平时比较用的 我平时上传 金的头条比较多 然后的话这个视野 我一般选择线性 选择宽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旁边是变形的 选择线性的话 就是就是正正方方的 16比9的这个屏幕 主要是设置这个比例 4比3把它缓成16比9 这样的话 你放在电脑上 才是一个宽屏的状态 要不然是一个 嗯 嗯 就是载载框的 放不不全屏 2.7K和1080都可以 帧数就选60帧就可以了 慢放什么都可以 其余的不需要刻意的设置 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 嗯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改天再见 拜拜 我是少奇